而伴随着氧烧文化的崛起扩散 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出路争笼 与散发着幽幽光泽的青铜器 经营夺目的玉器相比 氧烧彩陶 以质朴的色彩 别致的图案 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 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 仿佛在向我们诉说 你我之间 唠嗑着相同的文化印记 这件月牙文采陶冠 石口 欢颜 圆纯 树井 折腹 平底 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文饰 十四个月牙四地排列 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 它是阳烧文化中期的代表性器物 河洛一般是黄河和乐河的交汇 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五千五百年 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发散地 那是在河洛地区 所以才形成了文化上的中的概念 这就是主要就是在养烧的彩套 向周围的扩展 养烧是中华文明史上 不能忽视的名字 以此命名的养烧文化 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 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下市 免池县养烧村而得名 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间 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有一带 作为分布地域广 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 以彩陶为代表的养烧文化 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 影响都十分深远 距今六千多年前 养烧文化进入中期阶段 以河南三门下庙底沟一致出土的彩陶为代表 是养烧文化的鼎盛时期 这个苗底沟一致出的比较典型的 我们叫花卉文 苗底沟最大的发现 我得说就是亮点 就是彩陶 庙底沟彩陶 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 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 无论是写实的鱼纹 鸟纹 花瓣纹 还是抽象的几何纹 玄纹 都是在文史代中 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 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 最终呈现一种手尾相接的闭环形式 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 这五瓣花的花会稳 它相邻的这个花 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 我都有你 你中有我 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 另外一个一插位中心 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 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 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 如何平均分配空间 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 完美地重合在一起 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 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 我们也在想 古人他当时画这个文士的时候 他是怎么想的 后世推测 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 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 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 再在每个等分面中 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 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 再起笔绘画 用高背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 纹饰的大小宽窄 颜料的浓淡明暗 甜色的先后叠压 笔触的轻重锐盾等 尽收眼底 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 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 在那个原点里面 你甚至可以看见他的笔锋是怎么运的 还有他的那个弧线三角 非常流畅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刺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 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 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 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 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 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 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而这样的审美认知 也从六千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 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 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随方式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 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 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的和谐 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 威力而浪漫的符号 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 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 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 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 东道海带 西达甘青 南至长江 北底阉山 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 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 他能够在不同的地域里出现 他首先就证明是他对你文化的一种认可 我认同你了 我才能在我本地的文化中 有你这个文化的元素 有你的符号 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这么大规模的 时间又短 影响又大的这么一个 正是这样一个 庙底沟中心区的这样一个影响 造成了六千年前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彩陶文化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 刘工 杨树银行